我們把這個Google日曆 就是公開的Google日曆 加到部落格的方法 還有一種來看一下 剛才我們是點這個HTML 那這邊還有一個長的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直接可以來做的 這一張圖的右邊 有不是看到一大串的東西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這一串的東西全部反白 按右鍵複製 OK 那但是那個什麼 你在部落格的加法就不一樣 由於再仔細看 在部落格怎麼把這個日曆加上去 來看一下新文章 好 假設我的文章標題一樣 又取名叫TEST 但是你要在這邊加那個日曆 剛才我在那邊反白的日曆 怎麼加呢 我們預設是在鑽形 我們要切到HTML 我們切到HTML 然後在這裡 現在油標在這邊散 有沒有看到 我就在這裡按右鍵 貼上 把剛才那一串字貼上 然後就發布了 那我說對不起 我會出現這個 我就按取消 好 網站上怎麼看呢 也就是一樣 你跟人家講那個網址 就是這個網址 IC1 Learn 這個網址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 是不是看到那個TEST 然後呢 根本不用再去點任何東西 它就直接出現了 它的畫面就這樣 然後後面又是你底下其他的 張貼文章 你的部落格的那一篇 就是一整個日曆放在這裡 OK 放在這裡 然後人家一看 要加就直接按Google 就直接就加進去了 可以嗎 好 所以呈現的方式不一樣 一個是做所謂的超連結 一個是把日曆直接秀在上頭 好 我再講一次這怎麼做 我先把它刪除一下 第一個 你先到你的日曆當中 找到那個公用日曆 旁邊的箭頭 下拉 選 日曆設定 然後找到那個框框的畫面 右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 一串字 你從頭 最前面 游標點在最前面 然後開始按下去 反白 到最底下 然後把這一串字 按右鍵 複製 複製之後 到部落格 點一下新文章 然後當然文章標題 你看你要打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 原先我們預設通常在撰寫 請你點一下 HTML 之後 你按右鍵 貼上 或者是有快速鍵 Ctrl V 貼上 你看仔細可以看這個字眼 小魚的符號之後 I frame 這樣子的 代表你真的有貼到對的東西 然後你就按發布 發布完之後 你也可以按檢視網址 左上角這邊 檢視網址 就是 你給人家看到你的部落格的情況 這 這一頁 本身就是用Google日曆 它就呈現Google日曆的情況 然後 真的 他想要把這個日曆 加為自己的 就按加Google日曆 就可以了 OK 那 先跟各位再稍微講一下 這個日曆這邊還有一個連結 可以自定顏色大小 這個其他選項 我們現在暫時沒有用到這麼多 這個 我們也許是下學期 如果在複習Google日曆的時候 我們再增加講這些東西 OK 起碼各位至少 這部分 弄到Google日曆 用到部落格 新文章 然後呢 文章這邊寫 那重點在於 你要從撰寫點 切到HTML 然後把那一串字貼上 然後發布 之後 你去檢視網誌 你就可以看到 這一篇 是直接用日曆呈現的 可以嗎 好 各位可以試試看 各位可以試試看